大家好,今天的新闻应该就是蔡甲博士出发了,要访问美国了 结果美国这边呢不能说,把那个简报原来有给撤下来了 这我看一下好几个文章都在说这个事情 我们先分享一下文章,文章来自于中时 文章是这样讲 蔡甲博士赴美过境简报为何突然喊咖 蔡甲博士29号启程出访中美洲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 30号凌晨将过境美国纽约 美方本来要对此进行简报 但突然通知延后,后来更直接取消前大使戒之一 美国原本是要用台湾当作一个筹码,可能大陆提出一些条件 而美国接受了大陆的条件 针对蔡甲博士赴美过境简报提前被喊咖,怎么看背后操作与因素 杰文章今接受中天新闻访问时之一 美国一再打台湾牌,用台湾作为一个筹码 原本美国应该准备给台湾这样的一个待遇,可能大陆提出一些条件 美国接受了大陆的条件,而把台湾出卖了 好,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游戏 蔡甲博士确实是一个筹码,这个是很简单的 美国要跟中国谈什么,中国如果不理他 美国就把这个棋子叹打一下 结果中国反应,那你要什么,我给你这个,你把那个给我放弃 那按照街大使的分析就是 美国显然接受了中方的条件,把蔡甲博士给放弃了 至于什么条件,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有,这不可能没有 而且这个游戏呢,已经玩了很多年了 每次都是这样 美中之间这种博弈,适当的时候 美方为了让中方能够瞪瞪眼睛 跟我说说话,就把台湾的棋子打一下 然后就开始跟北京进行对话 有用的时候拿过来打一下 没用的时候就放在那儿 当然这个棋子其实还是有用的 这个棋子有钱,钱大大的 台湾现在的外汇储备还是居全世界第四 所以这个棋子还是可以用的 另外说蔡甲博士到了美国 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华人准备抗议 蔡甲博士,一个骗子 还光明弹簧的,也想像满英九一样 下飞机之前招招手 美国人不给你这机会 你向谁招手啊 你也就在台湾,向台湾人民招招手 这还可以 走出来没人给你招手的机会 美国肯定不会给这机会的 不会让你铺一个红地毯 让你走出机舱 然后咔咔的照一张照片 没戏 你就是偷偷摸摸的会见一些人 我们谈好一下下一届应该怎么招 估计这次蔡甲博士到美国会见一些官员呢 得谈一下他的后任是谁 到底赖清德可靠不可靠 蔡甲博士得说话 目前看来是赖清德 但是美国是不是相信赖清德 这个咱们还不知道 再有文章说朱立伦也要到美国去走一圈 对 美国在下一任的台湾的总统是谁 他们是有考虑的 到底是赖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人 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先得看 赖现在呢要拼命的表现自己表现的亲美 不台独 五十 主要是要亲美 主要是要答应美国人所有的要求 赖这个位置可能就有戏 如果有自己的想法 你给我滚 而朱立伦这次访问美国呢 是不是给他自己再打基础 这个我们现在很难讲 国民党现在提名谁还不知道 朱立伦这个游戏怎么玩 现在还没看出来 我们只有等等再看 另外蔡甲博士说 中美洲共荣之旅 荣谁呀 中美洲那些国家能对台湾带来繁荣吗 还是蔡甲博士又带了一堆现金 跑到中美洲 中南美洲 光我给你几个亿 然后你再给我打回来几千万 或者带出去的钱 光 中南美洲扔一点 到了美国 找个账号光 存一点 给自己存点钱 有没有可能啊 这些都有可能 蔡甲博士 天底下 谁能管得了他呀 这皇帝玩的 贾博士在全世界能占那么长时间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蔡甲博士 其他的不管西方也好东方也好这政客只要被人揭露出来你是学术造假 别说博士造假的 你就论文抄袭一下 硕士造假一下 本科造假一下 都有点脸面都走了 蔡甲博士这个脸是不要脸 脸皮厚 我就是贾博士 你怎么着吧 你能拿我怎么着吧 英国大老板挺我 美国大老板挺我 你台湾几个人 你想说我是贾博士 我通缉你 我抓你 我判你 彭文正老师可以在美国会会蔡甲博士 估计蔡甲博士不敢见彭文正 他没那个脸 你就是个假博士 就是一个独裁者 可是呢 人美国人的喜欢 美国人喜欢独裁者 真假无所谓 银子打过来大大的 听我的话 我就让你干 不听我的话 就给你拿掉 所以蔡甲博士 是非常听美国话的 说一不二 所以中南美洲这个东西 金钱外交 二 假装的去中南美洲 打点钱 其实是到美国来转一圈 像蔡甲博士说了 要让世界看见我们 蔡甲博士 让全世界看见了一个假博士 给台湾人丢尽脸了 他不觉着 他觉得挺自豪 他觉得能跑到美国 能够露露新闻 露露脸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现在全世界看见台湾的 就是一个假博士 你说丢人吗 非常丢人 当然人蔡甲博士 脸皮厚 不在乎 反正我这总统坐着 你拿我没办法 这个戏呢 看看蔡甲博士落地之后 在美国有什么反应 我们再做一些分享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 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8000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